當下那個時候收到這個 Message 的時候 你會感到非常意外嗎 有一點意外 有一點意外 他們有跟我說 藍網有跟我說 這個 OKC 的 rumor 你不用擔心 如果我有真正的一個 trade 我會直接跟你講 開完這個會的時候 我也是放心一點 可是 突然之間又滿意交易 對 所以可能有一點 unexpected 可是我還是知道 我會被交易 我以為不會那麼糟 我以為可能明年 就是下一個賽季 中間 差不多中間的時候 可能會被交易 你還記得當時是 在什麼樣的一個場合 通過什麼樣的方式 知道這個消息的嗎 我跟我高中的朋友 我高中的隊友 吃飯 我的訓練師就跑進來 他說你的手機在哪裡 我說在我的口袋 他說你要看你要看你要看 然後我一看 然後很多人都一直打電話給我 然後我說為什麼那麼急 他說你被交易打掉了 誰打給你的 很多人我經濟人 我 我的嫂嫂 我的 藍網隊的 general manager 就是很多人一直在發 text message 打電話 所以我被交易到的時候 你第一反應是什麼 我第一反應就是去哪裡 因為如果是一個隊可以有比較好的機會 我覺得OK 可是如果是一個隊真的不想用我 那我就是需要有一個很大的決定 看我是不是要留在這個隊還是去別的隊 你會心有不甘嗎 比如說因為我知道你跟 Brooklyn 是簽了三年合同 嗯 你還沒有來得及在 Brooklyn 好好的證明自己 你就被交易掉 嗯 你會覺得這是一個 regret 可能不是一個 regret 可能比較 disappointed 對 因為我還是覺得有 unfinished business 當我來藍網隊 我有我自己的夢想 我有自己的 vision 我以為我們會表現得很好 成功 打進季候賽這些東西 我都有我自己的目標 這些東西你可能會 regret 可是 disappointment 可能比較是因為我沒有這個機會 我真的是訓練得很辛苦 睡覺 吃飯 按摩 拉筋 冰敷 全部這些東西 我都是一直專注 有些時候 你可以 do everything right 是 可是到最後這個結果也是 有時候你不能真正的控制 嗯